所以糖尿病怎么样逆转 很简单 给大家做个实验 你如果有这个糖尿病 或者是你有血糖问题 或者是你有肥胖的问题 或者是中广的肥胖的问题 我只要叫你做一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 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叫做青菜豆腐汤实验 好 如果你有糖尿病 请你吃三天的青菜豆腐汤配肉 青菜可能也是空心菜 地瓜叶 可以是芥兰菜 可以是青江菜 随便你 就是叶菜类的 记得玉米不是青菜 地瓜不是青菜 叶菜类的 青菜豆腐 豆腐就是豆腐 肉可以是白斩鸡 蒜泥白肉 卤牛肉 随便你就是肉 不要去煎 就是水煮的 或者是蒸的 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吃 那早餐吃什么 青菜豆腐汤配肉 中餐吃什么 青菜豆腐汤配肉 你中午4点钟 下午4点钟肚子饿吃什么 青菜豆腐汤配肉 三天 我告诉你 奇妙事情就发生了 你的血糖降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吃到多少淀粉 你是吃一个非常低淀粉的饮食 青菜里面 椰菜类的没有什么淀粉 豆腐里面有一点点淀粉 但是不多 糯里面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多淀粉 所以这样的饮食 我告诉你 就是我刚才说的 山野饮食 野菜野果野生动物 这样饮食 治百病 你的糖尿病 只要吃三天 你发现血糖降下来了 你知道我有多少糖尿病 病人太高兴了 因为这样吃了 居然把 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 就控制不了的血糖 就把它降下来了 好 然后我不是要你一辈子这样吃 你会恨死我的 我要告诉你的是 淀粉的确是非常的关键 要少吃 要吃多少呢 我刚才不是说一个四分法吗 正常的淀粉可以吃多少 吃四分之一 如果你的血糖是比较失控的话 请你降到八分之一 那这个淀粉记得 不可以有小麦 你可以吃饭 吃糙米饭 白米饭 五穀饭 吃什么 炸粮饭 小米饭 高粱 什么 可是不要吃小麦 不要吃小麦 好不好 加强版的食物四分法 就是把淀粉 降到剩八分之一 那你就会谢谢我了 其实首先 第一个谢谢你的是谁 是你的遗葬 不是你阿姨的先生 不是是你的胰脏 你的pancris 那个胰脏 那胰脏怎么样呢 他会说 老板 我谢谢你 你终于想通了 我帮你服务了一辈子 你终于吃低淀粉饮食了 以前真的是累死我了 你吃那么多淀粉 那么多淀粉 害我分泌 那么多胰岛素 让我累了一辈子 你也累了一辈子 你终于想开了 对不对 你的胰脏会